而最重要的呢 《观无量寿佛经》 《往生论》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这一流 专门对我们这些下流的 你要不承认你是下流 你就搞别的 我们是下流的 承认自己是下流的 有福报啊 你说我不是中 不敢说上流 也是中流吧 你的福报还差 你觉得你是下流的 师父我什么都不会啊 我这个也笨 那个也蠢 那也不了解 我承认你是下流的 有福报 你肯定跟《善导大师》这一脉 非常相应 我以前受戒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是下流的 而且我很痛快地承认 我们受戒之前要审戒 审戒呢 老和尚很有意思 我们三百个戒指站牌 然后有银礼师 旁边银礼师都拿着香板 那方丈和尚就说了 你们来受戒啊 我们常住有供养 同学们我一听到有供养 哇还没受戒就有供养啊 我来受戒来之前 有很多人供养我 受戒路费 哇一到道场不用交钱 还有供养 然后老和尚说 把供养拿上来 还派好几个银礼师去拿 我说拿多少啊 这么多 好几个人去拿 我们十多个银礼师 站牌 端着这个香盘 香盘上是香板 一摞一摞的香板 一拿进来 哦这叫供养啊 是打香板供养 然后审计的时候 老和尚就说了 有没有偷过道啊 有没有杀过僧啊 有没有忘语 有没有邪淫呢 有没有杀道 淫忘久 这都问一圈 我问到我的时候 我可痛快了 有没有杀声 有 来一板 啪 有没有偷盗 有 再来一板 啪 老和尚问我 三秒钟之内就完成了 我都承认 痛快承认 然后最后 全部痛快承认 就是坦白冲宽 然后问完之后 旁边的银礼师 马上上来 再给三香板 啪 啪 啪 老和尚说了一句 痛快 都这么痛快 多好 好 准备受计 就让你恢复清静 坦白 然后加持 恢复清静 有遇到的 这样就麻烦 舍了半天 舍不明白 有没有杀声啊 我想想 有没有杀声 想了二十分钟 在这边 有没有偷盗 我试试想想 好像没有 好像有 老和尚都着急 肯定有 还想不想 还不能说 别让他自己承认 所以同学们 我们这个错误啊 忏悔的时候 越痛快越快 你扭扭捏捏的 这个业障很难消的 你看三岛大师 直接就 你变扭扭捏捏了 罪恶生死凡夫 常末常流转 无有处理之缘 我们就老实了 那一般人跟我们说 同学们 你到大学长 找一个人说 你是罪恶生死凡夫 你让我 好 我就让你知道 我是怎么罪恶的 那他不 我们这个分量不够 所以看祖师的人 祖师的注解 我们对他 沉静 恭敬 他说我们都服 我们出去说 他谁服 你自己一身罪 你还说我 所以看祖师的注解 我们有恭敬心的时候 一下子就让我们安心 所以有些同学说 法师啊 有人毁谤你 我说没有人毁谤我 他毁谤我 都是赞叹我 为什么呢 把我的罪说得太轻 我比他说那个重得多 哪有会毁谤呢 哎呀师父啊 我会不会破坏你的形象 我说我没有形象 不用你破坏 还有的同学 师父啊 我会不会染污你啊 我说我们是互相染污 我比你还厉害 所以我们要念阿弥陀佛 自己本身是什么样子 要承认 但是呢 我们在相上呢 我们出家了 现一个佛弟子的形象 我们尽量要做好它 不能破罐子破摔 所以有的时候承认错误 也是一种勇敢 也是勇者 勇于承认错误 我们世间有一句话 那叫怎么 勇敢承认 坚决不改 不是坚决不改 很难改 尽量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 伟大 佛知道我们改不过来 所以佛 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也叫救度法门 佛救我们容易 我们去做佛难呢 我们连做人都难 做人的标准 我们都不容易做得到 平时没有考验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一本正经 境界诱惑一线前 就不知道 所以这个世界是很危险 你这一生能守得住 但是你光守得住 不能出六道 来一生能不能守得住 好